我們在這邊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要把攝影機的動畫夾進來 那其實很多時候可能你要看一下 像剛剛有同學在這邊他希望說像我在這邊 因為原本我們是在左邊嘛,從左邊看 左邊看,因為我現在要先調回來 因為我現在已經轉一個角度了,把它拉回來 我們原本是這樣子,就是面對他的,面對他的這樣子 那你如果希望說我先從左邊看著他,然後再轉過來 有兩種方法,一個是像我現在一樣就是用兩個view的 那左邊調,右邊看 還有呢,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以前我們在做 這個學期做那個什麼,地圖動畫 我們不是有用過這台攝影機嗎?對不對 用這個工具,你就直接在哪裡? 在右手邊這個攝影機的視窗直接做也可以 反正只要觀念對的 A工具,B工具,白貓,黑貓,都是貓,好吧 這樣了解,白貓黑貓都沒有問題 怕的是觀念,就是你的3D還不確定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 如果你要用兩個view的方式的時候 我會切到哪裏?切到剛那個上四幅比較好轉 比較好轉 那如果你要用這個工具 我先建議各位 你暫時先不要用第一個 你先直接選,因為第一個的話就是沒有限制的 你比較搞不清楚你在轉的時候是用到底是哪一個 你就看你要用旋轉 還是要移動,還是要往前往後 那以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我要的就是旋轉 旋轉工具,我就把它切換到旋轉 好,你看我在這邊轉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攝影機就是這樣轉 而且這樣轉的話,我只有轉動攝影機 目標區是沒有動 對不對?就是那個定點 攝影的那一台還是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要轉這樣 然後你要有點偉大一點的感覺 就是仰角嘛 這樣就轉上去也可以 好,那如果你確定這個OK了 我就來這邊告訴他 攝影機的動畫要做了 對不對?位移就好了 那個焦距這一點不動嘛 所以不要動他 就不要動他 我就把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你要 還有往前往後的 就看你 那如果這一點不動也沒關係 我就針對這一個 做關鍵一個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子 我們就往後退 好,推到這邊 如果沒問題 這裡 這個我往他拉到這邊來了 也就是說 一開始前面一段時間 都是同一個角度在這邊 等到這邊開始呢 我就 開始慢慢拿轉過來 把他轉回來 有沒有 把他轉回來 然後呢 把他再翻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往下 我稍微往下 你也可以看左手邊 好,看左手邊 好,轉回來之後 我想要再怎麼樣?前進喔 衝過去 因為有時候轉場 是像到這邊 就衝進去 就變成什麼 另外一個 真正另外一段影片的開始 所以我就切換工具 我要做前後的 前後的 我要衝進去了 衝進去 好,你可以衝到 看你要衝到 假設解析度夠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好,這樣就衝進去囉 所以你看 做完 轉場 轉好 有沒有就往前衝了 那如果你想要讓這個路徑 比較直一點的 當然就是要被子曲線調一下 好,被子曲線來調一下 因為他會有點 跑到另外一邊嘛 稍微有點衝過頭 對不對 被子曲線 拉回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直一點 來 要把被子曲線 的這個 敲敲板折斷的話 我有偷偷按一個按鍵 ALT ALT 這樣我才可以單獨調一邊 這樣了解嗎 好,跟各位在用POLO效尾達車的一樣 你如果沒有按住ALT 我這樣兩邊 有沒有兩邊都在動 我現在是ALT放開了 我按住ALT 轉進來 這樣就不用擔心 他待會我在轉的時候 有衝過頭的現象 有沒有這樣就進去了 那當然後面就看你要做的效果 就看你要做的效果 好,那我就把後面還給你囉